同学聚会上,女朋友的竹马,借着酒精向他索吻,我上前制止,却被他用烟灰钢砸晕,我这才明白,原来他也喜欢小竹马,后来柳如烟给我发来一张照片,说他们要结婚了,然而对此,我只是笑了笑,可惜他不知道,其实我快死了,拿到医院确诊报告的那天,我正待在医院,倒不是特意为了来检查身体,原因说来可笑,我和女朋友柳如烟,一起去参加同学聚会,聚会上和柳如烟相识多年,他传闻中的竹马梅吉伯,借着最久的名义向他索吻,我上前拉 拉着梅吉伯的胳膊制止,却被他用烟灰钢砸晕,晕过去之前,梅吉伯的语气带了私讽刺,玩个游戏而已,你这么小气,我们都认识多少年了,真要有什么,还能轮到你,再睁开眼,鼻子里满是医院,消毒水的味道,我有些期待地看向床边,并没有如我预想中一样,看到那熟悉的身影,医生走到我的病床前,叹了口气,你还这么年轻,你周围没有亲人吗,或者爱人也行,我摇了摇头,心中隐隐有私不好的预感,你这个情况还挺严重的,胃� 医生手里的报告,医生,我大概还有多久可以活,大概还有几个月吧,我冷静了一会,立即决定出院,既然已经没有多久可以活,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,刚走出医院不久,我的手机就收到了,柳如烟发来的消息,你也太脆弱了吧,不过是烟灰钢砸了一下,就晕倒了,我不死心,打了一个电话给柳如烟,电话刚接通,我还没开口,柳如烟就抢先说道,怎么了,醒了呀,我在公司,他倾咳两声,你住院了,公司这边很多是等着我处理的,此时电话那边,传来一道熟悉的男生,不用问我也知道 那是梅吉博的声音,柳如烟说完之后,匆忙挂断了电话,他居然把梅吉博带到了我们的公司去,那是我和柳如烟,一手创建的公司啊,离开医院后,我回到了我和柳如烟的家,但我没想到,刚刚还打电话给我说在公司的人,现在就出现在家里,我打开门,入眼就是柳如烟,姿势暧昧地靠在梅吉博的身上,他们有说有笑,但在看到我的那一刻,脸上一同闪过了一丝不耐断,你怎么突然回来了,你不是要住几天院吗,柳如烟穿着我的白衬衫,猛地从 梅吉博的身旁站起身,我扫了他两眼,又看了看柳如烟身后,墙上挂着的那张合照,那还是我们在一起五周年的时候,一起去拍的,是我磨了很久,他才同意和我一起去拍一张,算起来,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,可能是我们之间唯一一张合照,可我刚刚进门的时候,分明听到了相机快门的声音,我沉着脸,你们刚刚在拍照片,柳如烟的表情有些不自然,是啊,老同学,这么多年没见了柳章合照,我看着柳如烟身后,那张我们的合照,忽然间觉得很讽刺,我仿佛感受到了我的情绪,� 咬着牙,额头上不断冒出,细密的汗珠,一直安静的梅吉博,此刻却突然开了口,不是吧,你一个大男人这么脆弱,动不动就玩卖惨这一招啊,梅吉博站起身,真扫兴,遇到你这么个晦气星球,他转身走了,柳如烟也跟着一起追了出去,隐约我还能听到,柳如烟的声音,他说他就那样,你别和他计较,紧接着的是,梅吉博有些怒气的声音,我看他刚刚可脸色惨白,那模样倒像是快死了一样,你不回去看看他,他要真有什么事,医院能让他 出院吗,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,到了这一刻,我才明白,这么多年,原来柳如烟一直都喜欢梅吉博,医院打电话来催促我住院的时候,我正在处理邮件,一条人事变动提醒,让我如坠冰枯,柳如烟想要把梅吉博安排进公司,我看着这条消息,扯了扯嘴角,顾不得医生的提醒,又回到了公司,这公司是我多年来的心血,我不想放任他变成柳如烟,讨好男人的玩意,我想柳如烟真是忘了,忘了我们这么多年来,吃了多少苦,才在海城立文脚跟,忘了那些年,公司刚刚 成立的时候,为了拿下大单,我们一晚上喝了多少酒,我和柳如烟没有傲人的家世,有的只是满腔热血,和远超于常人的意思,以及我在专业领域的能力,那是为了能见合作商一面,我能死等在他公司三四天,饿了就找前台妹妹,泡一碗泡面吃,这样的坚持下,合作商才答应给我们一个机会,还记得那时候刚刚拿下大单,我在电话里,兴奋地讲给柳如烟听,然后在电话的两端,我们同时留下热泪,事业逐渐起步之后,我们的应酬也多了起来,我们之间时间越来越少,争吵越来越 多年来的感情,我不想轻易放弃,于是我尽力弥补,找机会修复我们之间的感情,眼看着有些成效的时候,梅吉博回来了,柳如烟和梅吉博,从高中起就是同学,不过梅吉博高中毕业后,就去了国外,这些年鲜少与我们有联络,他出现的突然,就像现在柳如烟突然之间,执意要将他加入我们的公司一样,我赶回公司的时候,柳如烟已经宣布了人事通知,公司上下所有的职员,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奇怪,很快我就明白了为什么,柳如烟的办公室里,摆着一束玫瑰花,不用问 我都知道,这一定是梅吉博送给他的,我扯了扯嘴角,因为情绪的起伏,未有传来剧痛,还不等我开口,柳如烟抢先道,你现在怎么这么奇怪,同事之间,我收一束花没什么问题吧,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,柳如烟双手抱胸,上下扫了我一眼,眼神中处处透露出不耐烦,我没理会他的嘲讽,为什么突然,把梅吉博弄到公司来,吉博答,你和我都是公司的股东,我只不过是招个人进来,你就受不了了,招人没问题,有问题的是梅吉博,你不知道,招新人进公司,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, 问题出在梅吉博的身上,早在梅吉博回国之前,我和柳如烟,就收到了业内同行的提醒,梅吉博回国的原因,是因为他在国外被辞退,而辞退的理由,大抵是手脚不太干净之类的,中间人没多说,我自然识去的不多问,我看着眼前,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柳如烟,忽然觉得我有些不认识他了,公司对于我们而言,像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,更是我们的全部身家,早在创业之前,身边就有朋友提醒过我不要开夫妻店,从前还不懂那是什么意思,现在却是真切的感受到,柳如烟� 不在意的勾了勾嘴角,那又怎么样,外人随便讲几句,也就你信,几博答的能力,大家有目共睹,外人,怕只怕,现在我们三个之间,我才是那个外人,我的胃忽然强烈的痛起来,我捂着肚子,弯腰坐在地上,头上冷汗层疼,一句话都说不出,见我不说话,平时亲力无间的爱人,却忽然转身就走,临走还丢下一句你看,又演这一出苦肉计,我还要和梅吉博去谈生意,我先走了,我真的受够了,你怎么变这样呀,以前上学的时候,你可是发着高烧淋着雨,也要去给我买 我最爱的小蛋糕,我没想到,柳如烟现在还记得,开始追柳如烟的时候,其实并不顺利,那时候,我们都是刚刚入学的大学生,柳如烟凭借远超常人的容貌,在一众心声中脱颖而出,十分耀眼,而我那时候,只不过是心声中的路人甲,一开始的时候,我对柳如烟,并不敢有什么不该有的念头,她宛如天上月,令我不敢妄想,可偏偏,命运给我开了个玩笑,柳如烟,先是和我分到了同一个班,我随便挑选的社团,里面居然又碰到了柳如烟,一来二去,我和柳如 朋友,那时我见证了柳如烟身边,出现一个又一个优秀的男人,他们对她前赴后继,使出浑身解数,然后,她不为所动,在沉默中拒绝了他们,直到有一天凌晨,她打电话给我,语气醉醺醺醺的,隔着屏幕,我都能挠不出,她醉得不省人事的目标,她问我几波打,我喝醉了,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,这句话说完之后,就再没了声音,我拒绝不了柳如烟,于是我翻墙出来接走了她,那天晚上,她醉倒在我怀里,揽着我的脖子,不停念叨着几波打,几波 含着雾气的眼,最后坐在床边守了她一晚上,第二天离开酒店的时候,碰到了些同校的同学,身边柳如烟的脸,蹭的一下变得通红,我明白,像她这样的女神,多半不想和我扯上什么关系,于是我失去地走在她的身后,可她却转回头,冲我笑了笑,然后牵起了我的手,再在一众同学的面前,就像是坐实了,我们昨晚发生了些什么,柳如烟向来这么大胆张扬,之后的生活,并没有什么变化,周遭全是八卦的同学,不停地提起,我和柳如烟那晚的事,可她闭口不谈,既不否� 也不承认,问极了,柳如烟就会让那些,好事的八卦群众,直接来问我,最后是我沉不住气,我忘不掉柳如烟那晚,饱含深情的眼,展开了对柳如烟猛烈的追求,追到全校上下都知道,我喜欢柳如烟这件事,可她还是一样毫无反应,带我像普通朋友一样,这时我忽然心领神会,明白了之前,柳如烟身边的那些公子哥们,为什么对她如此着急,柳如烟这人,最会在毫无希望的时候,给你一丝暗示,然后在你以为要成功的时候,她却忽然演起西谷,她像是风,我永� 不管同学怎么议论,一直坚持用自己的方法感动她,包括在下大雨的时候,发着高烧,只因为她一句想吃蛋糕,就冲出去买回来给她,我想那时候我是幸福的,能为心上人做些什么,是我的荣幸,可惜柳如烟迟迟迟不松口,就是不答应,我对她的追求,我逐渐心灰意冷,对柳如烟的感情也冷了下来,最后在要毕业的时候,我又在凌晨,接到了柳如烟打来的电话,还是同样的地点,问我可不可以去接她,这一次我依旧没拒绝,轻车熟路的,带她去了酒店,可到了酒店,柳如烟 却忽然清醒地坐在了床边,她笑盈盈地看着我,我们在一起吧,那一晚我们缠绵了一夜,彻夜难眠,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,恋爱期间,主动的是我,公开的是我,当天狗的还是我,我却甘之如疑,朋友圈发了我们的合照,通知了所有人,我们在一起了,手机弹出一条提醒,忽然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,共同好友,也是一同创立公司的,合作伙伴贺强,问我看到柳如烟,刚发的朋友圈了吗,我心头一惊,点进去那张截图,截图里面,是柳如烟左手抱着一大束玫� 然后右手勾在梅吉博的脖子上,配文只有一句,好久不见,话不多,但却能引人无限遐想,我忽然苦笑一声,我还记得,刚刚在一起的时候,柳如烟对我说她不喜欢发朋友圈,所以她就不发了,可现在她却愿意将梅吉博放在朋友圈里,我的坚持现在看来,更像是个笑话,胃又传来剧烈的疼痛,以前听说,胃是情绪器官的时候,还有些嗤之以鼻,没想到这么快,就体验到了胃痛的威力,我缓了好久之后,站起身打电话给贺强,将她约了出来,贺强这人潇洒惯了, 一向是不受拘束的性子,就连对公司的管理也是这样,很多年前,柳如烟和我在创业的时候,公司遇到一点困难,周转不了,眼看着就要倒闭了,我实在走投无路,去求了贺强,问她愿不愿意入股,我和柳如烟刚刚起步的小公司,原本我是没抱什么希望的,贺强家里,家大业大,不缺我们这小公司里面的这点,更何况,我和贺强其实说不上关系有多好,只不过是在大学时打过交道,但我还是准备了,一份企划书带点了她,没想到贺强随手翻了翻,就放在了桌 你们这公司我早就听说了,之前就想入股,一直找不到机会,今天倒是好,你主动松上门了,那我可不客气了,贺强是个痛快人,说投资就投资,很快就注入一大笔资金,公司又活了过来,可之后的日子,贺强就不太来公司了,他说他这人就喜欢钓鱼,要被拴在公司,他可不干,他是大股东,我拿他没什么办法,只好顺着他,这一次联系他,其实我也没抱希望,原本看他朋友圈,前一天还在瑞士,后一天就风尘仆仆,出现在了我的面前,贺强和我对坐在餐厅里,我将这段时间 发生的,柳如烟和梅吉博的事情,都讲给了他,除了我生病的部分,我想先满一段时间,这毕竟是我自己的人生,这些负能量,没必要强加到别人的身上,贺强举杯,和我对饮了一杯之后,沉默了许久,叹了口气,我还以为,你和柳如烟,是能走到结婚的一对呢,说完之后,他从随身带着的包里,掏出来一个精美的礼盒,盒子里是一块价值不菲的名表,贺强把表交到了我的手上,原本这东西,还是替你们,准备好的结婚礼物呢,都这么多年了,真没想到 是啊,都这么多年了,我和柳如烟身边的所有人,都觉得我们是要结婚的,前段时间,我还旁敲侧击的,问过柳如烟,想不想开始婚姻生活,可那时,柳如烟沉默了一阵,在抬起头时,脸上居然带了丝泪痕,我好怕呀,几波答,如果结婚的话,我会不会变老变丑,你会不会不要我呀,再说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,要是结婚的话,会不会就赚不到钱了呀,我看着他的眼泪,忽然间变得手足无措,我慌慌张张,抹掉他脸上的泪,一把将他抱入怀中,别怕 别怕,如烟,那我们就不结婚了,永远不结婚好不好,那时,其实我是有些诧异的,每个女孩心中,不都渴望婚姻吗,可我实在是太爱柳如烟了,不是察觉不到,这其中的诡异之处,而是不愿意去相信,我爱他,我愿意替他骗我自己,最后我将精心准备的求婚取消,安静地陪在柳如烟身边,我从回忆中回过神,和贺强说了我的计划,贺强笑了笑,表示他尊重,并支持我的一切决定,这下我终于可以放心,我想我确实,是爱柳如烟的,可惜到了这一刻 我再也爱不下去了,只能狠心,斩断所有的一切,我决定成全柳如烟和梅吉博,日子倒是没平静几天,见完贺强的第二天,柳如烟就打来电话问我,大学同学聚会,我要不要去,他支支吾吾了半天,才说完梅吉博也会去,你如果实在介意的话,这次我再没耐心等他说完,柳如烟,我以为我们才是一对,怎么反倒我要躲着梅吉博呢,你们前几天,不是采取了冲突,你脸色难看得很,我担心你啊,说着担心我的话,做着伤害我的事,我挂断了电话,气急反笑 笑着笑着,我却猛烈的咳了起来,我用手捂着嘴巴,迟迟站不起身,再起来时,手掌上满是鲜血,医生说这是什么来着,皮革胃,大概没多久了,真恨啊,恨不能再多看几眼这世界,恨不能打烂梅吉博的球头,同学聚会那天,我生怕我的身体有什么意外,所以我请了贺强一起,贺强和我一走进老同学订好的包间,就看到柳如烟,坐在梅吉博的大腿上,两人举止亲密,有说有笑的,倒像是在一起多年的亲密,此刻看起来,我倒是多余的那个,这世界永远不� 同学八卦的朋友,饭局进行到一半,同学突然举杯开口,柳如烟,这么多年,你一直和几博打在一起啊,泽泽,我刚刚还以为,你和梅吉博就情复燃了呢,同学说完之后,故意捂住了自己的嘴巴,哎呀,是我失言了,不过柳如烟,你也真是的,有些事,你也不和我们记组说清楚,当年你们打了一个赌,你转身就离开梅吉博,和几博打在一起,我还以为你只是玩玩呢,我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,那句话怎么说来着,要按现在,这些的言情小说来算,梅吉博可是你的白月光 柳如烟,原来我还天真的以为,柳如烟是对我,多年如一日的追求所打动,才松口跟我在一起,没想到这一切,都不过是一个玩笑,是啊,他那样高高在上的人,怎么会和我这样的,路人甲走在一起呢,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,原来柳如烟和我在一起之前,一直都和梅吉博在一起啊,原来梅吉博,不仅是柳如烟的主马,还是他心里,永远无人能比你的白月光,我站起身,苦笑着看了柳如烟一眼,然后我没有片刻停留,我转身就走,临走时,还听到周遭同学问柳如烟,几博打走了,你不去追他 紧接着的是柳如烟嚣嚣张的声音,他追了我那么多年,他舍不得,只要我勾勾手指,他就得回到我身边来,然后是满堂哄笑,那天结束之后,柳如烟出乎意料的,没有联系过我,正好我难得清静,这期间我去过医院几次,医生看着我直摇头,你说你这么年轻,怎么就得了这种病了,平时生活不规律吧,我想了想,我拼了命的加班应酬,乖乖点了头,你最近的状况可不太行啊,尽快通知家属吧,我那天刚刚走出医院,就看到了贺强,没想到他会突然出 别藏了,我都看到了,这一句话,让我放弃了抵抗,我扯了扯嘴角,什么时候知道的,回来那天,贺强认真开车,偶尔侧头看我一眼,意味深长,你以为我不知道啊,你这公司,就说是你的孩子,也不例外,说不要了就不要了,还说以后都交给我了,你这一副交代后世的模样,再看看你那招,一点血色都没有的脸,让人想不知道都难了,车速不快,车厢内气氛忽然有些沉重,几博打你说老实话,医生说还有多长时间,有些话不用点透,贺强一定是,知道了所有的一切,我摇头眉,多长 时间了,我在瑞士有些人外,我已经和那边的朋友,打过招呼了,公司这些事你放心,没吉博手脚不干净,翻车是迟早的,我摇头,这件事我一定要做,你也知道公司对我有多重要,贺强宁不过我,只能顺着我的意思来,按照我的嘱咐,带走了公司的一批骨干,这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,全是精英干将,然后由贺强出资,组建了一家新的公司,听那些被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同事说,他们走的时候,柳如烟是知道,他们要去哪里的,可柳如烟不在乎,他觉得这些年公司的运营,大半功� 都在他的身上,柳如烟无所谓的态度,省了我很多麻烦,我将公司的发展,提上日程之后,就开始着手准备,去瑞士的事情,最近我胃痛得越来越严重,因生开的止疼药,已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,这段时间我带病工作,又销售了不少,听同行们说,这段时间,柳如烟和梅吉博发展的还不错,两人还准备着手,开展一项大项目,我听贺强提过那个项目,当时看到计划书,我就知道这个项目体量太大,现在柳如烟的公司,刚经历了一番变动,这种体量的项目, 他是拿不下来的,可当知道柳如烟和梅吉博,决定竞标的时候,我还是松了口,我找到贺强,我们也参加竞标吧,就这个,贺强笑着说好,计划书是我连夜赶出来的,为了竞标,我又参加了不少酒局,身体早就支撑不住,最后做完大部分工作,离开公司那天,我在楼下遇到了柳如烟,他看起来有些发怒的样子,吉博打你挖走公司的人,我没意见,也没说什么,可你不能带着新公司的人,一起和我们抢项目吧,这一点都不厚道,我地位,在见到他的一瞬间,就开始了� 冷汗不停从我的额头上冒下来,吉博打,这个项目你不要参加了,我苦笑一声,凭什么,你所谓的那些,我挖走公司的人,是我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,不是我非要带走他们,是你留不下他们,你没吉博不是很强吗,怎么没帮帮你,柳如烟紧咬着嘴唇,犹豫了一回,当然帮了,现在这些新人,都是他请回来的,我以为深长地看了他一眼,那你自求多福吧,柳如烟的表情,忽然变得真名,他恶狠狠地说道,吉博打,总之这个项目你不要碰,或许是觉得语气 有些凶,说完之后,柳如烟又补了一句,吉博打,别闹了,等我忙完这个项目,我们一起去旅游吧,旅游,我们哪还有机会一起去旅游,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,我已经坚持不到竞标那天,贺强看着有一次咳血的我,连夜把我送到了瑞士去,这地方以前上学的时候,我就很喜欢,一直想着来玩一玩,但没想到,最后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到瑞士,贺强没骗我,替我找到,一家各方面都是顶尖的医院,我安心住在这里,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将领,偶尔贺强会传来一些国内 的消息,大部分都和公司有关,但我却在某一天,忽然收到了柳如烟的消息,不是说不让你参加竞标,你们公司怎么还是来了,我看完之后,关闭了手机屏幕,没有回复他的打算,吉博打,你抢走了我们的项目,隔着屏幕,我都能想象出,柳如烟那张猙獰的脸,我和贺强带领的团队,中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,贺强资金实力雄厚,而我的团队,又配合得十分默契,可能是见我迟迟不回复,柳如烟的消息,一条接着一条发了过来,你去哪 竞标这么重要的场合,你居然不在,我笑了笑,这个薄情的女人,居然会关心我去了哪,这段时间,只要她细心一点点,就会发现我身上的异常,明明只需要细心那么一点,吉博打,你出来啊,我来你家了,为什么邻居说你很久没回家了,我依旧没有回复她的欲望,现在我的身体,已经清醒不了多长时间了,一天中的大半时间,我都在睡觉,有时看到柳如烟的消息,已经是第二天了,贺强时不时会打电话来,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,零挂电话时,还回家一句,吉博打,早日康复啊,我们都在等你回 我思索半天,好,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,我回不去了,我昏昏沉沉的时候,接到过一个贺强打来的电话,电话里他说,这段时间,柳如烟找我找得有些疯狂,四处找人打听我的去向,疯狂地时候,甚至一连几天,就等在我家门口,柳如烟也找到过贺强,可到最后,贺强都没松口告诉他,见我精神不太好,贺强吱吱吱地问我,你真的不告诉他吗,毕竟你们的感情,这么多年了,正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感情,我才选择不告诉他,我打开手机,果然出现很多条,柳如烟发来的 消息,吉博打,我知道错了,之前我和梅吉博,不是你想的那样,吉博打你接电话,你听我解释,有些事情不是那样的,我好想你,我们还能和好如初吗,我扯了扯嘴角,这世界上,从来就没有和好如初这种东西,你再不回来,我就和梅吉博结婚,这条消息的下面,居然还有张佩图,是柳如烟戴着戒指的手,这没戒指,从前我从没在,柳如烟的手上看到过,想来是这段时间,梅吉博向柳如烟求婚了,曾经,柳如烟斩钉截铁地对我说,他不想结婚,可现在,他的 手上戴上了,别的男人送的戒指,这一次我难得的,鼓起精神回复了一条,我说好啊,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和了,可这一次的回复,又不知道触碰到了,柳如烟拿一根敏感的神经,他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,我都一一挂掉,吉博打你接电话,这不是真的,你听我说吉博打,我笑了笑,要结婚的是他,怎么现在说不是真的,也是他呢,人死之前果然是有预感的,在最后一段时间,贺强飞来了瑞士,他说作为朋友,怎么也要送我一程,这段时间,我已经连看手机消息的力气都没有了,贺强时不时会用轮 推着我晒晒太阳,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,连带着让我心情都好了不少,贺强给了我一个惊喜,公司里那些,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孩子们,都被他接到了瑞士,最后的那段时间,他们想尽办法,让我尽可能地快乐,快乐到,可以忍受病痛的折磨,最后一天,我也是懒洋洋的坐在轮椅上,身边全是爱我的人,就这样,结束了我在人间的最后一天